你快跟着谁就走到人心里 从以外的国家都开 今天关于数学社的数学竞赛比赛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第十一季的奔跑吧也进入了尾声 以往的每一季 我们都会以大家的收官感言来进行结尾 但是这一次我们不要客逃 希望听到一些真诚真实的声音 我真话 所以想问大家的问题就是 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非常生气不满 生气不满 生气不满 我就在上一期 小子小子 我不知道有这排 在一会儿的发言过程中会有十一位节目组各个部门的代表 对你们的发言内容进行举牌表态 认可举笑脸不认可举冷漠脸 那我才来了一期我能说啥呢 我只能说这一期 你就是说今天有什么让你生气和不满的事情 来吧谁先来呢 我先来吧 陈妮 有很多的 陈妮感觉像 我有好多想说的都没说出来呢 因为我就来了一期 所以我没什么太多的那个 今天的感受怎么样 我今天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今天一直在奔波 一直在奔波 一直在奔波 就是因为我是昨天晚上的航班被取消了 我是特别生气的 然后我生气完了之后 我在寻找下一个航班的时候 我是特别丧的 我是很难过的 因为我怕我找不到能来到泰国的航班 就是上了第二台飞机 然后又延误了两个小时 然后再到了泰国了之后 还要在车上化妆这件事情 然后把我的眉毛给搞没了一半 一半 就这一会儿 就在修眉毛的时候突然车颠了一下 对 车颠了一下 然后就咯 就没了 对 但是来到了节目了之后 这不是客套的话 就我还很开心的 没有想到能参加就是奔跑吧 感谢节目组给我这个机会 反正今天就是开心快乐 难过悲伤 生气我却都有了 五味杂陈 五味杂陈 为了节目组没了半条眉毛 谢谢Sunny的到来 辛苦了 请十一位工作人员来 给出你们的态度 很高了 还可以 很多 完了 后边不好弄了 我来吧 我也没啥 我就那天上一期 我旁边那个鲜眼包撕我的时候 我超级不爽 就是那种背后一两 那个名牌撞的一下没有的时候 有那种上头的感觉 对 不开心 但那个不开心不是冲谁 然后明年撕名牌我还得来 我明年撕名牌就再来撕范澄澄 对 第一个就得撕范澄澄 那两天我要请假 我我想面对的 然后其他就没有了 然后谢谢大家这两天的照顾 很开心 谢谢 针对弟弟的发言 请各位给出你们的态度 谢谢 给面 显眼包 五位给出的是笑脸 六位是冷漠脸 说明大家对你的这个生气 觉得你不是真的生气 好嘞 不够尖锐 不够尖锐是吧 要尖锐的问题 必须得玩一个最真实的 才能让他们所有人都亮是吧 那我来说我的不满 凭什么我就四分半的镜头 这个显眼包有十三分半的镜头 今天你感受到了吗 那天我必须要五分钟的镜头 不可以 不啥啥 可以吗 显眼包 还有 把我们俩名字打错是什么意思 对 你叫什么 我叫饭什么呀那叫 我再亮不出来那个字 你少了俩一 我那个名字拼错了 这么多年了 跟他北比 这两个却是因为我们工作的失误吧 这个会更加注意 争取让我们节目完美 没事 理解你们 我说实话 我很讨厌每一次 我有一个卧底的身份的时候 有两个人跟我同样都是卧底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你明明拿着很特殊的身份 就会又多了两个人 嫌的你很不特殊 这么多精工人 感觉搞得自己很特殊一样 对我对身份这个事情要提出 我希望我以后过几就我一个人当 坏事就我一个人背 骂名我一个人扛 镜头你一个人给 哈哈哈哈 他镜头太多了 我要的是不是要点太多了 野心太大了 你一个好人我们全换人 哈哈哈 这是我们的经典保留曲目 还是我们早上就知道是你一块 哈哈哈哈 一般 摆烂 摆烂了 关于身份 我也有想吐槽的地方 身份 每次我拿到有身份的时候 就是什么推理特辑 什么这种烧脑特辑的时候 我都满怀期待 结果这帮人 就凭借一种感觉 就把我给推出去了 就说我是坏人 就为什么 为什么说我呢 因为我笑了一下 凯哥就笑了 凯哥有点问题啊我觉得 那我投凯哥吧 我怎么就是坏人了呢 郑凯肯定是 什么是吧 但是好像是从面向来说 郑凯已经缴械投降 就很没有参与感 哈哈哈哈 就是以后希望你们多改进吧 在台本设计上 好吧 我不想再看到这种情况 哦 很热的谈 呀 你们有什么感想 你们觉得是他自己玩不好 还在怪你们是吗 是 哈哈哈哈 啊 路啊 啊 想到了吗 想到了 就想吐槽的就是 今年没有是那个 纸牙板 没玩过 想玩纸牙板容易啊 然后飞椅也没玩 他有点点纸牙板点飞椅 他最重要有一点是你 反复拿我的笑声当背景音乐 反反复就是我的笑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接到我就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吗 可以 真的吗 真的吗 可以 真的吗 真的吗 我还是很爱跑男的 好 原来大家喜欢这么风格 哈哈哈哈 那个冷漠脸是哪个部门的 我问你 他质疑我的剪辑艺术 哈哈哈哈 以后不给你提供素材 不是 我说实话 你的剪辑艺术三年了 一直都在剪白露的笑 你觉得你有什么进步吗 哈哈哈哈 三年他只留下在跑男的只有笑 冷静冷静冷静 已经这趴完了 他有可能动手 哈哈哈哈 哎 这期可能就是你只有 三分钟 我呢 我其实很难剪我觉得 我这各种人 我这各种人的趴里呢 哎呀 哈哈 接下来 诚哥 沙哥和 申申就剩你们三位了 申申你先说吧 没有用我 我真没有啥不满的 因为跑男对我来说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是一个 很不适合我的节目 因为无论是体力啊 或者是所有的角色扮演啊 或者怎么样 我都觉得很不适合自己 但后面就觉得感受到了 所有节目组的照顾 可以从衣服的一些细节 包括会专门把圆的纽扣 换成新兴的纽扣 会让我 这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 去不停的在这个大家庭里面 去找到一些安 一些归属感 我觉得这是很多 跑男节目组在很多细节上 去让我愿意在这里去 放松勇敢尝试的地方 我们都是道具的时候 你是个玉兔 就是凯哥的心里不满啊 就是算他的算是吗 但是我每次都去问 我身边的朋友看跑男的 或者是问身边的工作人员 我就说 我这地方会不会做的不够好 或怎么样 那他们都说 你已经跟第一次来做 已经非常不一样 欢迎 欢迎 谢谢 欢迎 别开好听吗 那是吹的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而且改变非常非常的大 哈哈哈哈 来下一场大鱼 哈哈哈哈 这都是我自己在 自己没有意识 上面的一些 一秒钟音乐 我也谢谢 跑男给我的这样一个 成长和挑战自己的机会吧 感觉怎么样 爱你了 就让自己看到 很多可能跟我性格很像的人的 一些无限可能 哎呀 拆到了 哇太厉害了 或者是去让我看到 自己一些没有注意到的 不知道是亮点 或者甚至是一些 可能意想不到的 啊 我们看到密集了 申申现在 所以我是很感谢 跑男让我成长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们 谢谢 其实我刚才深深发言 有一句我也特别想说 我也认为跑男这个节目 不是很适合我 因为跑男 在以前我认知是比较运动的 因为我确实身上 没有那么多的运动细胞 其实运动对我来讲 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软肋 但我没有想到 我也伴随着跑男 也跑过了四级 太疼了 太疼了 加油 可以的你 好快 夏天今天不好惹 今天很平 太累了 夏天最近各兵了 你没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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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疼了 为什么这么厉害 你要如果说不满的话 我真心的啊 不是客套吧 我觉得这一季 让我觉得跑男 过得更快了 可能是因为 因为跟跑男情感越来越深了 所以每一次来 都是生命当中觉得最愉快的日子 说完了 陈儿哥 其实从我自己录这么多期的感受来讲 我觉得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在竭尽自己的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我说真心的话 每一个部门的人 从司机到道具 从服装到统筹 大家是拿这里当家的 所以我始终是没有办法去说出一些 充满的 充满的话来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真的是跟着这个节目走了 太长时间了 我觉得每一个人 大家也都看得见 有的从小伙子都变成了父亲对吧 在整个的这个团队当中 我觉得大家就像一颗螺丝 扭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 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力量 我觉得很团结很好 山哥 蛇导 墓 presence 弓球 gren弓 我只是». 打了 滚 gal 彦G 搵点滚 快点 你最会就过不着玩 50分钟 快点 谁 你们困人 都一点不着气 大姐 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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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哪都太快了 哈哈哈哈 你们两个小味 看我们喜不喜 恶人战 什么叫恶人战 不愧 这好大 麻烦草 我老师快一点 我们时间不多了 过过过过过 过过过过 过过过 过过过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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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发烈 杀 杀 我们主打一个陪伴 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陪伴你们永远 一直开心的快乐的 奔跑下去 停 就对了 我们向前冲啊 我们下载了 我 我们下载了 我们下载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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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根据大家的发言 能够让我们的节目 越来越好 也希望大家能够 在节目当中一直快乐 永远感受到这里的温暖 到此为止 我们这一季节目就收关了 再次感谢所有成员们 和嘉宾们的付出 感谢所有的工作